夢見蛇來找你也叫小龍 一般人比較有機會 不在說爪都說小龍 因為所有生肖 5就是龍 6就是蛇 所以一般的人很機會說蛇這個日 如果一般的早上開店的店家 如果有蛇跑進來 那可能今天的生意就可以提早翻門了 沒有生意 所以一般都機會講蛇日 都是講小龍 尤其是八大行業 非常機會講這個日 如果一個員工 如果早上或是八大行業 晚上講這個日爪 可能今天就沒有生意了 所以一般的人夢見土地公 即當地的土地公 夢見蛇就是當地的土地公在找你 就趕快去土地公那拜拜 那如果夢見蛇爪 阿獨做三宅就是有事發生 就要趕快去土地公那 請他幫忙做主 可以豐凶化局 MIUM 換上 我們下期會 我們下期會 渡旁賢 明天 我們下期會 你們下期會